邱佩玲副市長跟 鄉林委員的關係非常的好 那當然就是在參訪過程中 除了讓我們聊聊到在地企業以外 也有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鄉林委員 不論是在選舉的經費之上 或是一些地方的動員之上 都可以幫忙到鄉林委員這樣子 但我知道的是 好像鄉林委員也沒有收到任何的捐款 鄉林委員沒有收到任何捐款 因為是BITITO他名字 我有去查了一下 就是政治現金的部分 那其實賴向玲委員是沒有收到的 但是USB裡面110萬的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的驚訝 就是USB裡頭其實也有賴向玲 也有邱佩玲 然後記載柯文哲的USB 但是賴向玲沒有收到嗎 對 我覺得蠻奇妙 我們在2022年代表民眾黨參選的議員裡面 我們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其實我也有私底下問過 包括我們台南的蔡婉晴 或是高雄的陳廟增他們 他們其實也都沒有收到任何民眾黨給的資源 大家都是在幫柯文哲打天下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被拿來當人頭募款 卻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真的是太可惡了 但是講的是我那一天看到 舒培界有的講到說 柯文哲在募款之下有用了一些議員的人頭 那我這時候就想到 其實當初賴向玲在競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有跟著邱佩玲 然後帶著我們一些議員 去了我們桃園的在地企業 包含美琪以及金閣食品廠這兩間 但我其實只是想自清一件事情 如果USB解密之後有我的名字 那我要先說 我真的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好可憐喔 好 那你們去參訪企業的過程可不可以講一講 這裡頭有沒有講到募款啦 現在很需要幫忙啊 等等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檸委員是一個勞團出身的人 那其實他還競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是非常的辛苦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個邱佩玲副市長 其實私底下有跟我說過 他非常欣賞賴香檸這個人 所以他希望在2022年的 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可以幫到香檸委員 所以他當初就帶了我們到 桃園非常知名的兩個企業 可以包含美琪 然後還有金格食品廠 而且都是由董事長他們來親自接待的 那我想其實 這個從照片裡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邱佩玲副市長 跟香檸委員的關係非常的好 那當然就是在參訪過程中 除了讓我們了解到在地企業以外 也有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香檸委員 不論是在選舉的經費之上 或是一些地方的動員之上 都可以幫忙到香檸委員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這些議員也受揮 讓邱佩玲副市長 帶我們一起去參訪 來 慈生我想請教 在那一場參訪當中 有任何提到 比如說 柯文哲的 不管是黨啊 民眾黨很缺錢 或者需要幫忙嗎 還是純粹只有講到賴香檸 但是在講香檸委員的資下 還是想要是把台灣的第三勢力做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勢必在對談中一定是有提到第三政黨的問題 然後還有反設力量的問題 好 又提到民眾黨就對了 好 但是主要的主角還是賴香檸 就是說邱佩玲很欣賞賴香檸 所以他帶了這些人呢 去參訪企業的時候 就特別請這些企業主能夠幫忙賴香檸 但我要問的是那企業主的反應是什麼呢 因為你剛剛說都是董事長出來接待嘛 那董事長出來接待 總不可能一點表示都沒有嗎 總不會讓你們拿兩個香皂回家吧 對不對 美琦香皂嘛 因為美琦那邊比較客氣一點 除了那個香皂以外 還有洗髮精跟潤髮乳 我就想辦手禮吧 重點是董事長呢 企業主有沒有 當場說我們會幫忙問一點倒三缸 有沒有說出這件事這樣的話 那當然這個部分 因為我是小朋友嘛 所以人家可能在談這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會避諱我一下 但我知道的是 好像香檸委員也沒有收到任何的捐款 香檸委員沒有收到任何捐款 那USB裡頭他名字 我有去查了一下 就是政治現金的部分 那其實賴香檸委員是沒有收到的 但是USB裡面110萬的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的驚訝 就是USB裡頭其實也有賴香檸 也有邱沛玲 然後記載柯文哲的USB 但是賴香檸沒有收到嗎 對我覺得蠻奇妙的 他其實不是說他有收到 110萬的競選經費 但那個110萬就我知道的 好像是從柯文哲或是黨部那邊 撥給賴香檸委員的 但是其實我聽到賴香檸拿這110萬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的生氣 為什麼 因為賴香檸在選市長的錢 都跟我們說他沒錢 我甚至還付了看板錢 所以你生氣是 氣黨只給他110萬嗎 還是氣 我氣賴香檸跟我裝窮 好 你是氣賴香檸給你裝窮 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你知道嗎 好 但是選市長我說真的啦 110萬真的一下人贏了 110萬是不... 既然他點了你啦 好 來 這個事情其實 這個其實是上個禮拜 鏡週刊的報導 報導把柯文哲的 USB裡面的秘障解密 現在不叫鏡週刊 現在叫鏡檢 鏡檢 鏡檢有報導 側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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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翼報導 側翼報導裡面 把所有的很多的商界名人 的數字全部都弄出來 因為謝國良坦承那是200萬 對對對 所以這些人的錢就都是兩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 曝光的USB金主名單裡頭 比較值得關注的 因為剛剛此前也談到了 邱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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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據說啦 蘇伊仲40 邱佩玲 柱文定 20 邱佩玲 黃南光 20 邱佩玲 據說這三筆其實是要給賴翔玲的 是要給賴翔玲 而且聽說 那問題是賴翔玲收到的嗎 而且聽說都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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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40 20 20 這是這個 30 30 30 本來就是90或者80 然後反正這都是邱佩玲去經手的 那邱佩玲有沒有把這 這三個人要給賴翔玲的錢 有沒有轉給賴翔玲 還是柯文哲這邊全部給柯文哲 柯文哲有沒有給 這是一個問題 但另外要講的是說 上個禮拜看到這個名單的時候 其實上面有很多人 過去是在跟台北市政府 都有相關的業務 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一些人 邱佩玲去募款的時候 我就有問說 這些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人 有一些人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是邱佩玲去找他們的時候 就說了 因為民眾黨在2022年 有很多人要選舉 所以邱佩玲幫柯文哲 柯文哲是黨主席 所以幫議員募款 所以這些人才會拿錢出來嘛 那這些人拿錢出來之後 到底有沒有給議員 我們這些議員都當人頭 被邱佩玲拿去跟這些財團募款 但這些錢居然進到的是 柯文哲的秘藏裡面 那有沒有出去 現在看來沒有嘛 這些錢沒有進到民眾黨啊 也所有的議員 包含這徐時生就說沒有嘛 徐時生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被當人頭來付 之前你有沒有問過其他的 除了賴巷林之外其他的議員 他們有沒有收到 協助的募款 其實我們在2022年代 代表民眾黨參選的議員裡面 我們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其實我也有私底下問過 包括我們台南的蔡婉晴 或是高雄的陳廟增他們 他們其實也都沒有刷 任何民眾黨給的資源 大家都是在幫柯文哲打天下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被拿來 當人頭募款 卻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真的是太可惡了 你們不是幫柯文哲打天下 你們是在幫柯文哲募款 因為有你們 才有辦法去跟財團募款 這個邱佩玲才能夠用了你們名義 去跟這一些人募款 不過比較黃美雄是說 這些錢如果都沒有給你們 他留那麼多錢 在自己的秘藏裡面到底要幹嘛 而且這些錢跑到哪裡去 好來 宜先生 這是東錢的概念嗎 這是東嘛 這標示說他其實 但是這不是東 我告訴你東是什麼概念 200塊 我抽20塊 那個叫東 他如果200塊 200塊 都放在他落地 這不是東 這是侵占 這是詐騙集團 這是詐騙集團 金光黨 都10%到30%錢 所以這東是合理的 但是柯文哲不是叫東 他叫侵占 整個體內 他這些所謂的 就變成是名義嘛 我跟賴香檸 用賴香檸 要選市長的名義 去募了一筆錢 叫90萬之後 我可能寄在自己的帳裡面 現金就留在我這邊 算 對 賴香檸還不錯 我還覺得心虛 結果黨部有給110萬 所以他的出帳 是由黨部去出帳 入帳是自己到自己的口袋裡 這就是柯文哲的手法 黨部跟總部都變成他人頭 入帳跟洗錢的手法而已 而真正的候選人可能一毛錢 都拿不到 這些現金到底跑到哪裡去 才是減年現在要查的重點 翔哥過去你跟慈稱熟嗎 慈稱認識但是沒有那麼熟 他們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離開了 那這個募款的過程 就是拜訪企業主 參會 哭窮 這應該是柯文哲一貫的SOP吧 沒錯 因為你過去也經手他的行程 他很常有私人行程 等一下會講到橘子的 我算是橘子鼻祖 石祖 橘子鼻祖 來講一下橘子鼻祖 橘子老祖 他的之前我就說過 他的行程 絕對不是寫在Excel黨1500小審 而是在Google表單裡面 而Google表單可以有權力輸入的人 除了行程秘書之外 就是柯文哲可以有私人行程的輸入 而知道這個行程的人只有兩個人 就是柯文哲 陳佩琪跟所謂的行程秘書 只知道就是我 然後現在 之後就是橘子知道 橘子知道這個行程 通常柯文哲不會叫我去 譬如說這種私人行程 因為比較民進黨 所以他不會叫我去 他會叫橘子去 表示他跟橘子的關係非常的信任 所以叫橘子一起陪同 好 那現在當然關鍵是在 這些被當做人頭的議員 到底有沒有收到的錢 檢調好好問一問 邱佩玲當初在募的時候 到底是幫民眾打募 幫柯文哲的募 還是幫議員募 那如果邱佩玲說我是幫議員募 而這個錢寄在柯文哲的USB帳戶 那同時錢又沒有到議員的手上 那問題就大了 就是說照賴香琳的講法是110萬 他的認知是黨給他的 那這一塊老實講 黨給參選人是沒有上限的 就是你黨願意給多少 他只要有登記就可以 可是我覺得現在外界會比較麻煩的 一個就是說 譬如說剛剛講那幾筆錢 如果是邱佩玲金手 金手有不同的層次 什麼叫不同的層次 比如說我康仁俊金手 我給他募款對不對 有一種方式是他拿錢給我 我拿給別人 那這個就很簡單 邱佩玲你給誰 這些錢你如果是有拿到 你說我拿30萬30萬 因為謝國安就是這種情況 他拿給邱佩玲 邱佩玲交回去的 那我就講層次不同 就如果他有給我 我是金手 所以他給我我就給了誰 那給了誰的這一個 現在是大家好奇 第二個是 有沒有那種就是邱佩玲幫忙引劍 引劍完了之後 你去跟他這裡頭 等於我就是一個街頭的人而已 那這件事其實不難查 為什麼 因為邱佩玲不是橘子 橘子在日本 邱佩玲在台灣 邱佩玲是問得到的 就是問得到的嘛 民眾哪也不就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柯文哲其實我後來發現到 他其實找這些素人參政 像賴香檸狀況比較特別 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人我必須明白講 他沒什麼募款能力 這邊有選舉的自己知道 有些人就是有募款能力的 什麼叫募款 自己 他自己有辦法自仇裁員 賴香檸真的 就我所認知 除非他騙我 或者我看到是 他是比較 這幾個參選人裡面 比較沒有說 企業看到他會說 我主動願意多少給你 所以要有人幫忙講 我們之前也覺得 柯文哲沒有能力 好 問題就來了 人家他會打電話給黃總 來來來來來 蘇培講到重點了 柯文哲會不會用這種所謂的 我都是找這種素人 現在比較沒能力 沒有我來打三天 柯文哲會不會就是 我搞一個iVoting 找一堆素人 然後拿出來就跟大家講 你看我就沒像大家 都說政治明星 大家可以募款 我們這裡都很可能 沒辦法募款 不然你贊助一下 因為錢的數字 如果這些為真 他跟賴蝦寧 有申報的110萬 是都不容的 都不容的